各位朋友好 我是文念珍 新故鄉東影片今天我們來厚農 我們剛剛跟馮香領事談那個 整個那個為了保護自己的農地 然後這個抗爭過程 現在面臨到第二次了 第二回合了 民國高老欠你再度要徵收 變成工業區 那我剛剛有提到問題就是說 97年的時候跟84年那個時候 整個環境不一樣 所以這邊已經有少人要起來了 他剛剛講一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沒想到年輕人會堅持說 他們也不願意賣土地 當然這個跟整個經濟的變動 整個社會經濟狀況改變有關係 但是這個時候我為什麼問他說 厚農的客家人到底多不多 因為我的印象是客家人 意義到徵收土地這件事情 他們的那種態度 永遠非常非常堅決 因為可能他們當初秒列的地方 客家人在比較山地的地方開墾 那個地方真的是不容易 對小年來講 我現在真說我一家的穿幾萬 現收現好 為什麼這年輕人都應該都會 站出來去幫忙這件事 但整個環境也不一樣 所以抗爭的方式也不一樣 方向理事就說 連他們駕 就會認為說 土地不應該賣 所以在這個抗爭的過程這一回 是老人家跟年輕人是一起站 當這個站出來的嘛 所以你們這邊的方式 他們的方式有一樣 就是一樣 要求你們說 你們如果有多少有反對 所以就撤銷嗎還是怎樣 還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 我們廟裡的村情現在都不好 所以我們就都來台北 我們來台北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四個的村情都很多 但是現在去到鄉親的村情 他都叫他們說 沒有你們把你們抗爭拿出來 但是後來有很多人跟我們說 其實政府要說我們的土地 為什麼要我們自己去蓋印章 你們要人的財產 拜託的這種空氣就不要我們做 所以我覺得政府就是 都去欺騙這些農民 那時候我們是有抗爭的 有時候說 台灣人就是很善良的 人家說我們做官都英文很大 所以我們有抗 我們抗七聲 我抗到七聲 要有一些幾個台人的供應 就比較好 那時候要抗爭的 那時候要抗爭的時候 都跟以前一樣 分配的 年輕的抗爭 這時候要抗爭 就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用網路 比如我們青頭的網路 就是鄉外出現 鄉外出現的時候 鄉外出現的時候 我們副哥跟我們兒子 網路的出現 那時候 防禦協會也蠻的 還有中町帽 張醫師他們 他們上來生死 其實這會 要抗爭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說 百分之九十九不好 他們這會是管長 他現在老前方是立法優 管長說有主宰錢 但是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會讓我們生氣就是 83年那些人都不要了 你現在又沒有一次 他覺得有氣味 我也覺得 大家都不應該是這樣 愛情大家都愛 但是我覺得你們這種的 真的吃相太難看 所以我也覺得說 那時候大家就說 你們百分之九十九都不好 老前方要來的問題 他就 幫忙什麼 他說他要來的問題 沒錯 但是很疼的就是說 我們立長很好笑 我們立長很堅持 他就是說 只要我們的立民 不同意 他就站在永遠的立民 因為他是立長 他說要讓老前方 去找到白天的房 他說白天的房 就是說 不是你說要創作就要創作 應該 管長不是應該有這麼大 可以去決定人家的財產 跟人家的生命 工作錢 那時候 影響外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們說 我常說 吃五十幾塊 還要學 網路我就不會學 但是我覺得 讓我學到很多知識 就是說 只要到時候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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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真的 力量就變得很強 力量很強 是一部分 但是也讓我們學到 要怎樣 用什麼方法 去保護自己的財產 因為那本來就是你的東西 為什麼別人說要 但是以前我常常說 這些七八十塊 六七十塊 很疲愛 他們很可能 就是說 他們在日本人管 日本人管的時候 你什麼事情都日本要怎樣 他們就要怎樣 但是你中華民國國民黨來 他們算是又這樣 你會覺得 他們把政府看得最高潛力那種 大家都覺得 不好了 百萬七到十九 不好了 要去百里坦 其實那時候 我們老闆收到 地上茶菇 財產茶菇 平安菇的時候 我們老闆跟我們學長 兩個 我們學長一國三九共軍 我們老闆知道 我們中央一陣 因為他們覺得 一定要走 因為館長很大 而且他從網路上得到一些知識 台灣姓 好像說政府要來 不要不成 不要不成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覺得 很不妄 但是我 那時候我告訴我們 一定 我就告訴我 一定要拚 為什麼的財產 我的死命 我的財產 我就要你這些人發起我 所以四年那時候 你們單獨抗爭的時候 其實有外來幫忙 比如說專家學家 是環保林書 這個時候就照 還有七年這邊 比較有了 你是說透過網路對外求援 所以這部門就是 報告跟你們孩子 付加這個日子 所以我們現在來問報告 就是這個過程 你是 你第一拜他們空經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去台北 對 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台北 對嗎 所以你第二拜他們空經的時候 到七年的時候 你那時候回到那多久 我那時候回到家 差不多十三十三年左右 十三年 所以你那個過程 回到家 你是有外套 所以那時候過程 你在家 專心外套 是怎樣 對 我的工作就是外套 所以那時候 整個抗爭開始的時候 你是 你那裡有土地嗎 我爸爸有土地 但是一點點 好像大的房子 所以你也可以說 那個過程 你是怎樣開始透過 用網路這個東西 開始去尋找外援 那時候 因為這次跟上次不一樣 就是說 這次 他就偷偷 我把這個申請案 送到中央審查 他是七十六年 就上去審查 因為環評 什麼 審開始 我們都不知道 要 給他 叫什麼 土地 地上戶查過 對 對 要收 其實這個程序 也覺得很奇怪 你 不是案子通過 要來 爭搜 你怎麼爭搜 是走在最初 就要來查過 地上戶 所以說 因為他上去審查 但是 我們一般的人 一向都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 審查 什麼環評 都沒有了解 也沒有資會 令人去做環評 對 因為都沒有了解 所以 就是說 那時候 就開始說 現在是怎樣 所以 上網找資料 請一些 因為我拍很多鳥 所以 對生態有比較 對生態 要比較有接觸 所以說 有一些 關心生態的人 就會開始 提供意見 你可以找什麼人 找什麼單位 通過網路是這樣聯結的 例如說 這孩子在那裡 跟方野學會 比較有接觸 你們來跟方野學會 球員 跟方野學會 跟方野學會 台灣生態學會 這一些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因为本来就对生态有些接触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对跟环保生态的人求援 那慢慢后来越来人越多 就开始很多教授都来了 有像那个政大的徐世荣 他们是地政的 还有廖本泉 你都主动来 一方面是 因为也是有人帮我们介绍 其实我们跟他联络的时候 其实他们本来就有在关心这个 所以就很快的就进入情况 所以那个过程是 整个东西的过程 过程对抗议开始 抗议开始 像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环品 我们哪知道说环品 环品书一本那么厚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 他那个写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他们学者 那一些教授 他们才有办法了解 很了解 深入了解 所以那种要征收钱 这个环品已经做好了 对吧 就是你都没看过 但是已经做好了 对吧 他的环品是要上去环保署审查 他现在开始是专案小组审查 他前三天专案小组审查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买了那天 他的专案小组第三次审查 他的做成结议就是说建议有条件通过 至于说审查的人 环品审查的人建议有条件通过 对对对对 我很讨厌这个文字 叫做有条件通过 有条件通过就很麻烦 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艺术要通过就对对对 所以就买来程序的进入大会审查 因为本地是专案小组 大会审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大会审查是 大家的单位在办的 营建署 环保署 对环保署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有 台湾生态协会那个理事长中丁茂 还有廖本泉 还有一个很关心环保的那个长医生 那时候他们就 他们就很关心 他们就环品的时候 他们也进去发言 所以大会是不是 可以容纳外面的专家的意见 对对对 还有我们本身社区的居民也有 我们也有几个代表进去讲 所以这个很荒谬 就是环品的最后终结的结议 都还没有做之前 他们已经在开始查估地上物 对对 这时候程序很奇怪 程序很奇怪 一定很有把握 一定会跪 所以你这个东西有时候 我们站在外面看 我觉得 当然你这个东西要付法律争 我这样看 他不但非常有把握 甚至已经 你就觉得这个环品是一定会过的 所以是有时候人民的怀疑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你们官方是不是 彼此都已经照着说好啊 所以那个大会的最后的大会的环品是过了没没过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之前我们都没进去说我们的意见嘛 买了因为我们有进去说我们有什么反对啊 这个环品有什么不合理啊 什么的啊 所以那时候 因为那个审查委员 他们最后就变成说投票表决 那就是反对的人比较多啦 就是把那个案子退回去 要要求他重审啦 做的退回去 这样这个多久 比如说这个时间多久 他这个喔 他环品这个是较快的啊 他这个算是说他写开时我们知道的时候 就去我们有很多人去带外面抗议啊 还要找人进去里面讲话嘛 那这个是比较快 这个但是这一个部分是环品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那边那个农业区嘛 农业区他土地要变更为工业用 所以这个要那个内政部审查 那内政部审查这个部分就用很久了 这个就就用到去年4月才算结束 所以这个过程你嘛 因为都知道小区来 所以都见面去参加意见就对了 对了对了对了 这成本意见都有几种不同的讲法 可能我可能去营建室外面去展现实力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因为外面展现实力 但是这个文教就说你只有在外面说不好嘛 因为实际审查他有官方代表还有学者代表 那所以说你也要进去里面表达你们的意见 我们的意见啊 那所以就是说因为很多教授就会进去帮我们讲话 他针对他提出的那个计划案的内容有什么不合理这样 什么这些问题提出来说他这个工业区是不需要的不可行的这样子 嗯 ok 那个过程比如说你白了四年的时间有 因为外在有一些利益的时间 你就遭受很多压力嘛 还有七年的时间有吗 这次啊 这次 我是没有啦 因为我我我我只在画画其他事我都不关心 所以有压力趟才会有压力 你这次有没有遇到压力 没有 没有嘛 这边因为每天的比较不一样了 每天的世界已经开始 开始不一样了 因为对了你这次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担心这个问题啦 嗯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尽量把这个事情越让越多人知道 越公开的时候 他们比较不会有一些小动作这样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重要 就是说透过这百年的专家学者进来 把你们家 一些东西似乎就是说 土地是我的 我拥有潜力 不是说政府要给你征收的时候 如果要拆一旦说是 这百亿能征收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对 所有的部分老或者少年是一种启蒙 就是这个土地是我的 是我才有决定 我才有决定这个土地未来 要走哪一条路的管理 所以我觉得 台湾其实这几年在民主运动 最重要的成果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感觉自己 我有我最大的权利 我是我主宰我未来的这条路的人 最大的管理 不是政府又说 要我完全处在哪里就处在哪里 所以我们的一段来说 就是说这边的空间结束了未来 我们保理或说 厚容这个地方 他们慢慢要走这条 你们自己决定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我们的厚容来说这个好不